1 3 3 2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数码开箱 大疆的NIO 非常小巧便携 挂在你的背包上就可以了 带出去完全无感 我买的是唱飞套装 里面有三块电池和一个遥控器 刚刚也试了一下这个遥控器 里面的参数好像可调的并不是很多 OK let's go 它居然还是内置的存储 虽然说看起来这个容量比较低 随便用一用我觉得也就够了 前面因为拿到这台机器 上海有台空了 耽误了这么些天 不过刚刚试飞的时候 这个风力还是蛮大的 这台小的NIO在风力稍大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摇摇欲坠的感觉 非常担心 它突然一下就被打风给刮跑了 不过好在现在试飞的这些场地 是比较空旷和安全的 我曾经作为大疆精灵2 雾1 育2 的用户 这个机头上的一些功能 那么一般出去玩 随便拍拍 我觉得也足足够够了 线缘 我曾经是想买个单机的 它一块电池的续航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还是摇摇牙买了这个唱飞套装 好不容易出去玩一次 总归是需要飞得尽兴一点 至于它的画质 如果在这个风比较大的时候 它的机身不是很稳定的情况下 确实有一点差强人意 但是想想我用这台飞机 主要都是发布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 所以对画质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了 而且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阳光明媚的时候才会出游 夜行对我来说毫无需求 价格便宜 机身小巧 轻便 方便携带 操控简单 这都是踩在我的兴趣点上 我看很多大神拿它当穿越机用 我刚刚用遥控器也稍微试了一下 当然我没有那个头衔和穿越机的遥控器 我只是用了它自带的这个遥控器 我觉得这个机器还挺好玩的 因为非常灵活 打开了我对无人机的新的应用场景 我其实也不想飞得太高 飞得太远 尽量把我自己作为画面的主角 所以也有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自拍神器 我也非常认同这个观点 出去玩还是想留下更多自己的影像资料 我今天也只是吵吵的试了一下 大概主要就是它的一些内置的功能 遥控器连上去稍微飞了一下 但是因为今天风实在太大 所以应该没有发挥它的最大的性能 我想有机会的话 考虑去买大疆的那个眼镜 和它的穿越机的遥控手柄 那个我估计是这台机器的一个加分的玩法 那我们就这样了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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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